Ford Mustang Marti的推出开启了Mustin家族扩大序章 这并表示会以Mustin Marti基础衍生出各种集聚车型 然而除了一般房车与休旅车 Ford也有意将电动触角延伸至商用领域 为了通过排污规范 不少车厂都纷纷采用油电系统因应 而商用车部分也陆续导入电能系统 对此Ford也于之前T-Transit车型导入PHV插电式油电系统 透过电能的注意 使其能让总续航里程突破500公里 并且具有56公里纯电行驶里程 与约每公里70公克碳排放表现 然而你我都知道最终车厂都会将系统悬术转换至纯电 因此除了扩大Mustin电动家族 针对商用车部分 日前便有消息传出预计 2022年便会推出纯电Transit 且会配置网络功能让物流业者得以轻松控管 当然主动煞停与车道偏移辅助等智慧安全配备 也会一并提供 至于动力规格部分 目前尚未有明确资讯